喜爱盆景的朋友来自不同的阶层 不管你是千万富翁还是平民百姓 只要与盆景结缘 你的生活和生存就可能因此而改变 生活中的人们在追求精神生活的意义和方式上 会有很多的选择 一旦有了盆景 这种从骨子里对盆景的喜爱和痴迷 就有了一辈子的情节 我们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痴迷者 每天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都和盆景息息相关 有卖盆景上的德语诗 有相处中的言高与低 有玩术中的喜与忧 但最多的是玩术的乐趣和成就 每每看到眉飞色舞那种收获的快乐心情 确实是花钱买来了享受 卖术收获了丰硕 玩盆景的同时 广交了朋友 天南地北 海内海外 天下盆景一家 曾经有一位盆景前辈给我说过一句话 天下盆景一家人 出门不带柴和米 说来碎世笑话 其实都是这样的代客之道 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其实玩盆景人也有很多的无赖 最大的无赖就是 买术时的钱越来越不够用 走遍天下 好数是越来越少 价钱是越来越贵 生意是越来越难做 也就这样的无赖 锤炼了盆景人的意志 均不见喜欢盆景的人越来越多 从网络中就可以看见 满世界的盆景生意人 和发烧友的疯狂和挑战 大有全民皆兵的亲戚 但愿这样的生活和日子 能长长久久 盆景人的春天就会来临